还记得他吗 07年杨二车那姆担任快乐男生的选秀评委 杨二车那姆作为评委 他的点评十分独到 言语也十分的犀利 而且在选秀节目中 杨二车那姆的造型也是很吸引人 头上戴了一朵花 穿着一件红色的吊带裙 奇葩的造型看上去十分吐气 就在最近杨二车那姆参加某活动的时候 他又按照了以往的打扮 头上戴了一朵花 只是这朵花真的太大太雷人了 整个的造型看上去十分夸张 这朵花的体型大到像是花中之王 看着的有石金重吧 杨二车那姆从远处走来 直接看不见他的脸 先看见他头上的这朵大花 实在是太大了 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照明灯似的 身穿白色礼服 后面搭配了一条白色的拖地披肩 整身造型夸张到极致了 但是很有气质 这朵大花的体积实在是太大了 网友们都担心 不会掉下来吗 杨二车那姆的头发是散落在肩上的 这朵花的下边 其实是一个半圆形扣在头上的 这层层叠叠的花瓣 正好把这个半圆形给遮住了 在没有美颜的情况下 杨二车那姆顶着这朵粉色的大花 穿着白色的礼服 脸上黑色的皮肤 跟这朵粉色的大花真的太不搭配了 整个人看上去气质都快吐到掉渣了 下边露出来的脚脖子也是黑黑的 杨二车那姆是一个很爱画的人 尤其是喜欢在头上戴上一朵花 或者是在耳朵上别上一朵花 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有意境 虽然他一直被人说戴花没有气质 不过他从来没有在乎这些留言 依旧我行我素 活出了真正的自我 喜欢帽子还是杨二车那姆的一大爱好 尤其是喜欢戴着花的帽子 这种戴花的帽子 衬得杨二车那姆十分的美 非常适合女人佩戴